刚见到通知 白面饺子淘汰了 在哈尔滨庆岛有一位90后博主 苦心钻研了87年 研究了24种颜色的饺子 吃一口才学向你招手 吃两口月朗就能买得 吃三口明年数据不发愁啊 这五年没攒开什么别的 就是提取颜色特别有经验 有图为证 买菜去 台上都有了 咱们就是一个大展拳脚 好 怎么样 咱们当工 快 来 台的 第一个颜色 甜菜根 这种点红红的 西副这个系统 菠菜 PTSD了 看着这水果有颜色 就先往头上抹 嗯 在小黑屋里面 是我心 故意的有人让我听了点声 听点热心 咋点声 Headshot 这活不出水量 这好吃 哦哦哦 这么沉 可以提取颜料吗 我可没有说染发 我说的是提取颜料 第四个颜色 离近度还差20个颜色 咱们快进吧 第九个颜色 十个颜色 咱们快 可厉害了玩蹦堂吧 果然过年吃顿饺子不容易 地瓜 左边是刚才的胡萝卜 右边是现在的地瓜 嗯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24个颜色了吧 就是为了这细微的差距啊 红蛆粉 斑蓝粉 抹茶粉 姜黄粉 请问山竹有颜色的是哪个部位 老粉都知道啊 真香啊 最后一个颜色 到这一步咱们终于可以开始揉面了啊 累了这么长时间了 咱们就 干掉活吧你 来吧 24块面 辉煌只能靠自己啊 好 好 第一个 火龙果面皮 装袋 红虹装 斑蓝 菜根 红蛾酥 西红柿 芒果 树莓 南瓜之紫薯 西南瓜 最后一段 24个面不断地在变 但是只有我这个揉面的人一直没变 你要说我还是那个我 但我又不是那个我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特别特别会揉面的我了 看到我进化了吗 OK 大家终于可以开始真正的进入包饺子的第一步了啊 擀皮 等会儿 这对吗 我搓一条面要35秒 切一刀需要0.25秒 一条面要切 21刀 擀一张皮需要35秒 24种面 那我岂不是得用 你们帮我算看呢 一样一个皮 这个方法好吧 只是要回收 来 老蜜说 回收一下 要不怎么说 整合合处是这个世界上 最会浪费时间 但有最短的节约时间 累死了 开包吧 一会儿皮干了 别看嘴了 看这干嘛 咋喊 那下来就行 人不用来 看那个存傻 我不会包饺子 你是来拿屎的吧 没事 这个时候只要喊出那句我们都知道的咒语 我们一起包饺子 我们一起包饺子 咋喊 今天就是荔枝要学会这个包饺子 馅儿出来的 你们一会儿要吃啥颜色的 自己预定一波 我们一起玩啊 剪板啊 你会啦 这个剪的 集公司重拳之力终于包完了 水开啦 变焦饺子啦 来了 手没 嗯 好 吃这个了 太多 吃个地瓜的 这里帮我找的就是香啊 这点真香啊 这点真香啊 谁也不老心情啊 都是倒走的 过远回来可以乐着走啊 你尝尝这个黑芝麻的 你们尝尝 你弄的衣服 你真的能 这边也不错 这才叫生命不息 这套物只活到老 学到老呀 干杯 小年快乐